行政院提出的国会改革复议案遭到立院否决 那么朝野持续进行全台的宣讲 而民众党在21号晚上也举办反贪腐 顾台湾的宣讲活动 主席柯文哲就认为说 这次的法案都是执政党当年的主张 没想到上任之后 忙着来制造对立 鼓吹支持者上街头 而面对共激共建扰台也不积极处理 只会趁机来抹黑抹红 大骂民进党就是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 从今年的2月要到现在 我只看到对立 所以如果要给这段时间 过去四个月 民进党的这个评语 就是正式不干 只有制造对立 制造仇恨 这是我目前给他的评语 那么 其实台湾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比方说台电在过去两年亏了4000亿 不管是什么跳电停电 其实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讲 反正就是没有电可以用 我管你是松鼠造成的还是麻雀造成的 反正就是没有电可以用 其实这个应该要赶快去处理 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你知道 就是民进党带头在做假新闻 假消息 然后把这个 年轻人骗到这个街头上去 其实在这一次要在 复议的时候 我就知道像这一次民进党要在动员那个清廟活动 就不太容易 为什么你知道 广化讲第一次可能会有效 但是讲多了还是终究会有问题 他当时是说什么发东三法 前坑两兆法案 但年轻人一听就很气愤就上去 但是这样 你骗他一天 可是几天以后大家就讲说 根本没有拿出来讨论过 所以你第二次要再骗他来就不太容易 同样的共机共建 在台湾绕来绕去 甚至都已经越过这个海峡中线 其实这种事情是国安问题 应该要比较积极的去处理 可是我看到的是民进党忙着抹黑人家 不管抹黑抹红 该正式不干 他每天再抹黑抹红自己的同胞 那诈骗你知道 台湾为什么诈骗很多 因为民进党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好在野党联手否决了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市县大战 台北市长蒋湾强调 相信大法官会贯彻宪法意志 也应该要独立超党派 不应该受到外界的因素干扰 至于未来会不会继续来参与 国民党的宣讲行动呢 他表示还是以市政行程为主 我相信大法官一定会贯彻宪法的意志 也必须要超出党派 不受外界任何的干预 独立依法审判 市长昨天排开行程出席宣讲活动 接下来的宣讲活动也会踊跃参与 会怕见识参与吗 我都说过我一定是以市政的行程为优先 其他活动地方说明会的行程 可能都要届时来看整个行程的安排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最后一次双城论坛 因为违反了台北市议会布袋决议 因此107万元的费用无法核销 台北市长蒋湾就说 持续跟议会在沟通 那双城论坛签署了45项 会依据对等善意互惠尊严的原则 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 就越应该要沟通 这是111年前任市府双城论坛的经费 违反了议会的决议而无法核销 我们承接这个问题 中央审计处要求我们持续跟议会沟通 我们也会依照议会的决议来办理 双城论坛是从 之前20这个好市长的时候就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累计连续 举办14届而且签署了45项的MOU 所以我们都会持续的依照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 两岸关系越紧张越需要沟通跟交流 这是我一再强调 所以我们也会依照法律 相关规定以及过去的惯例来办理 我们就是依照议会的决议 议会也在去年参与我们双城论坛到上海 进行市政的交流 我想我们都是依照规定 议会的决议 以及相关的惯例来办理双城论坛 我们该反应都会反应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 两岸之间越紧张越严峻 越需要沟通交流 双城论坛是目前两岸之间 唯一仅存官方的交流管道跟平台 所以两岸之间的交流也必须 依照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 两岸关系越严峻越需要沟通交流 所以对于对岸在前天这样的说法 对于两岸之间的交流 以及和平稳定的发展是没有任何帮助 我也希望已经上任超过一个月的 这双城政府在面对两岸关系 一定要以区域和平稳定为面 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 是不希望两岸关系越来越严峻 立法院否决了行政院复议案 视线延长战开打 从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 到民进党团会分四路初级 主打新党国复辟之战 那么总之后柯建民就秀出 早就准备好的视线案紧急处分书 他说复议案被否决隔天 大陆就祭出了台独惩治 这个就是蓝白成为了 中共附随组织最好的证明 那他也怒哄 蓝英的发言恐吓大法官 怕视线会过关 有关于视线本文以及警示处分书 我们早就写好了 我也看得很清楚 两六大理由 那党团成员也在礼拜五的时候 全部连署完成 我们会开记者会在第一时间就送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 第二个就是说 国民党和民众党敢对抗人民 对抗宪法 对抗大法官 那为什么 他们就是当中国的负罪组织 要卖台嘛 所以他们现在最怕事件 最怕事件的时候 我们听到过去黄峰威也讲过 大法官没有民意基础 这种话也讲得出来 大法官经过 因为同以前行使的 怎么会没有民意基础呢 忽分级也讲过 大法官是民营党建养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 罗日强也讲到了 是开门口 这种对宪法是 对国家是非常不得体的说法 而且非常遏职 林世民昨天也讲过嘛 他说大法官要对大法官 预算删除 这极尽恐恶威胁嘛 代表什么 他们知道自己违线嘛 很怕事件 就是如此而已嘛 而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昨天也说 复议案遭到否决 国台办就宣布 惩戒台独分子 这是蓝白配合演出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严正驳斥 民进党堕落到除了抹黑 就是抹红 还会怎样 为了保障他们所有政党的利益 为了怕这些弊案被揭露 他不断的抹黑在野党 不断的抹红在野党 请问让正义 让阳光照进我们的国会 让民主提升 做国会改革 有调查权 有听证权 这不是几十年来民进党 包括蔡英文 包括陈水扁 包括赖清德的主张吗 今天他们执政了 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那除了抹黑我们 抹红我们还会怎么样 刘昌不要忘了 你们这些前辈们都说 如果再讲违宪 再讲抹红 再讲所谓的配合北京 那真的是太堕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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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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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